哈哈哈哈 丫头 你已经是全武林追杀的对象 再也无路可逃 你乖乖的给了我 大爷心里一乐 说不定就放你一条生命 要不然 我就算杀了你 也不会有人怪罪于我 下流 什么正道中人 全比天门的还要丑恶 更丑恶的也有啊 情少 卖 尽管卖 就算你说出去 也不会有人相信你说的 哈哈哈哈 怎么了 对不起啊 羽绒姑娘 这叫做我冒犯 你大人有大量 原谅小人一次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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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来 你少藏头落尾 你给我出来 出来啊 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是多么恨你 我本来什么都有 有家 有爹 我拥有一切 可是现在 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已经三天没有吃到一颗白米 我成了过街的耗子 现在每一个人都要追杀我 我活在体型吊胆当中 以前 所有目光都在我身上 可是现在呢 只要人家看我一眼 我的心就凉了 现在为了避开追杀 我必须躲躲藏藏 甚至差点被人家侮辱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日子会变成这样 是你 杀了我 你会开心点吗 至少 不会痛苦 救手 你疯了是不是 我算准他不是你的对手 所以偷偷躲在外面 你干什么 你不要命了 命是我的 你别管 干嘛这么傻呢 这是我愿意的 够了 我不要听你们两个废话 你给我听着 我不要你相让 总有一天 我一定会堂堂正正地杀死你 无论多苦 我都要杀了你 你喜欢上双双了 他只喜欢你 本来 你们是很谈得来的 他很相信你 可是 又发生了那件事 要不然 你们可能可以的 只是往往如此 喜欢他也不用让他杀吧 我有我的原则 什么原则 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要 就算打蛮子的原则 不用你管 你知道 我决定的是 谁都不能改变 如果你是为了帮他 就千万不能死 为什么 双双 这几万千宠爱于一身 忽然至今 由拥有全世界 他已无所有 他不如于天地 他本来就已经承受不了 要崩溃了 他今天还能撑下去 是因为他心中那份恨意 对你的恨意 杀你 是他生存下去的动物 如果你让他杀了 那还有什么可以支持他 继续生存下去 所以你死 不是帮他 本来是害了他 相信我 我说的话 不会错的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 大概长这么高的女子 从这边经过 没有 谢谢 为什么爱一个人 会这么痛苦呢 我怎么知道 你怎么不知道 难道你从来没爱过人啊 对不起 无所谓 其实我也想知道答案 怎么样 有没有问的 他们都说 没有见过像公主那样的人 没道理啊 你这江边走 只有这条路啊 就是说 对了 他们说 往这个方向 再往前走两天 就可以到邪恶林了 那太好了 终于可以到我们的目的地了 看什么 干嘛 我欠他们钱啊 你们干嘛一起看火 走吧 你们最好早点上路 算了算了 算账 不用了 不用了 你们走吧 算我请客 干嘛 你们快要死了 为什么 你们干嘛要去洗恶林啊 随便走走不行啊 醒醒醒 可是你们知不知道 邪恶林是什么地方啊 你出来听听啊 邪恶林外面 不满瘴气 里面啊 有吃人的人 有饿鬼 一直以来啊 人都只有进 没有出 所以 这一顿 就是你们 最扣的一餐了 钱 我不收了 你们吃饱了 赶快上路吧 啊 上路吧 过了这条街 后面就是邪恶林的入口了 你们看 一楼 是什么 你怎么老是这么多问题啊 你问我 我当然是问你了 那你不是跟我一样 那么多问题 我 张外表看起来 是做生意的吧 邪恶林外 不是阴森恐怖吗 怎么还有大庄园 既来之子安置 我都走 走 走吧 大哥 你们这里 有没有吃的 在一楼 只要付得起代价 买什么都可以 哇 连个开门的说话 都这么有意思 是福不是货 是货躲不过 去吧 请 老兄 我们只想吃个饭 找个地方休息一晚 有吗 你只要告诉我有或没有就好了 不要跟我讲那些虚无缥缈的话 这么简单的交易 当然有了 请 这位老哥 跟刚刚那个不一样 各有长处 什么简单交易什么的 干嘛把简单事情复杂化 有就有嘛 叫什么 你看那些花 哇